基改生物它在種植後對於我們生態有哪些影響 其實各個不同的團體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認為基改生物其實對環境是比較正面的 當然也有人認為它對環境是比較負面的 我們為了平衡報導 兩邊的說法都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支持基改的人會說 我這個作物啊 它有抗病抗愁抗除草劑的作用 所以當你種這個作物的時候 你就不用噴這麼多的農藥 也不用噴這麼多的肥料 也不用噴這麼多的除草劑 那不是對土壤對水質比較好嗎 你噴的藥劑變少 對環境是友善的 所以支持的人會說 基改生物會減低農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好那反對的人說 可是它可能會有一些負面或是不受控的影響 比如說它可能會危害非目標生物 科技家就舉一些可能的例子 比如說BT基改玉米主要殺死的昆蟲叫做名額 那事實上有另外一種仇害叫做業額 但是它只殺死名額 就業額就沒有競爭對手了 所以業額反而做大 叫做你殺死了這個 害蟲中的其中一群 會讓另外一群害蟲沒有競爭對手而做大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你會殺死它的競爭對手 另外有些科技家做一些實驗發現 BT基改玉米的花盆 可能會讓帝王鐵的藥蟲吃到之後死掉 而讓它數量對淚減 好那這個故事我們來說說 這是帝王鐵 帝王鐵在美國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 因為它會在某個季節從墨西哥往上遷徙 它是會遷徙的蝴蝶 那美國人就會等一下什麼時候帝王鐵來啊 所以美國人會看 所以一旦你跟美國人說 帝王鐵會死光哦 好可憐哦 台灣其實有類似的例子 記得台灣會有紙斑碟的遷徙 所以高度公眾會掛一些牌子 或加高它的圍牆 甚至會減少車流量 會限制你車不要太多 不然會影響紙斑碟的遷徙 可是台灣人對紙斑碟好像沒什麼感情 可是你跟美國人說紙斑碟會中毒 美國人會覺得很擔心 所以在台灣你要怎麼講 你要說啊黑熊會中毒哦 也許你會 你看你們還是不關心 所以這些研究資料 很多美國人就會注意到 基改之後會讓美國的帝王鐵死掉 這故事我大概說一說 這故事來自於一些大學實驗室 他們還發表囉 就說我把BT基改玉米的花粉撒在草上面 然後這些毛毛蟲會去吃這些草 就會吃到這些花粉 就看到他生病出現死亡的現象 他就發表了 所以反基改的人士就會拿這個資料說 你看基改真的不好 可是科學家會重新檢視自己的研究啊 包含有些科學家重新檢視發現 當時的研究 他的花粉濃度太高了 因為自然界的花粉不會這麼濃 甚至有科學家說這些蟲死掉並不是基改 是撐死的 吃太多花粉了 或這樣說有些植物的花粉 本來就有一些化學物質 避免昆蟲吃掉太多花粉 有些植物碱 我可以給你吃花粉 但你不要吃太多 你吃太多我就沒辦法繁衍了 所以有些科學家就質疑 這不是基改的原因 這是因為你的實驗是給他太濃度太高的花粉 他不是自然現象 甚至有些科學家做研究發現 BT基改的玉米田 裡面的昆蟲 多樣性 還比一般的玉米田多 所以有些人說你看反正基改的對環境比較好 所以雙方各有立場 雙方也各有一些資料跟證據 好另外還有這個故事 有個教育大學的發現 農年中有三種基改除草劑的油菜 基改除草劑A B C 三種基改 就他隔了幾年之後發現他的農田中竟然出現一個 油菜 同時具有A B C三個基因 這代表 水平移轉 所以這個資料說水平移轉在自然界 可能會發生 那如果今天這個抗除草劑的基因全部移植到同一個植物上面 他就會變成超級雜草 殺不死 你什麼除草劑噴他說我不怕 我身上有一大堆抗除草劑的基因 所以你只能用人工拔 人工拔不拔不乾淨的 所以擔心如果這些基因全部到某個雜草上 就會變成難以處理的 超級雜草 以上這是負面影響的一些報導 給大家做參考 好啦所以這是那個 基改的部分 最後舉個例子 有些反基改的人會說對你的科學正義都出來了 我擔心的不是這些科學上的危害 我擔心的是人為管理 因為發生過一些事情這個例子也很有名 在新年2000年的時候有一個美國的品牌叫做新聯 Starlink 他們做基改的食品 但當時他跟美國政府申請的時候他說這些基改的這些作物 是給 豬啊牛啊吃的飼料用 並沒有核准給人吃 當時申請時是飼料用 結果他們不小心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小心還是故意 混入了人類糧食的市場中 人買到了 吃到了 一旦知道這個事情當然就被告 各位要知道美國人的法治觀念多麼的強悍 你規定只能賣給豬吃 你既然賣給人吃 你違反規定 我就要告你 我就要讓你賠錢 你知道很多的 民眾聽到這個事情 他會怕什麼 第一你把餵豬吃給我吃 第二你給我吃的是基改 就很生氣啊 你既然讓我們蒙在鼓裡 欺騙我們 就告他就球場 新年公司就倒閉了 因為他們的球場都是巨額賠款 就撐不了就倒了 好所以這個故事讓很多反基改的人說 你跟我講了半天說基改哪里好哪里好 只要出現人為管理不當 就會有可能的危害 很多時候是人為殊失造成 並不是你科技多進步 好所以有些反基改人 通過這個事件 也會擔心 好所以我們故意把 特別把這個事件 拿出來跟大家講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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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